台湾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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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就来到台湾的中式花市 带大家来看这个花 看花不是看花的吗 看花是不是很多花 什么是花海呢 你不要想着我说廣东话 花海就不 不是那个花海 花海呢就是这里会有很多花 那个花呢 好像那个海这样的 花海不是发海 那个花有各种各样的花 形成到一片海洋这么夸张 玩个旅客一下 发海区 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很想高歌一曲 突然间我想起 我偶像五百老师的一首歌 你是我的花朵 我要拥有你 他在我心中 这个花叫做孤庭花 什么是孤庭花呢 是因为他很孤独的 看到吗 他很孤独的一个人站起来 停起来 他很孤独的 就好像我们平时晚上 在家很寂寞 顶棍硬的时候 这样子 孤庭花 所以下次你们在家的时候 闷的时候不要讲寂寞孤独 讲孤庭你知道吗 因为你硬着了 听说这个呢 就是传说中的Lavenda 薰衣草 到底是不是Lavenda呢 我不知道 我露作了 这里就是充满爱情味道的爱情圣地 你看到吗 这边有个木头心的样 然后这边后面就是一个 有Lav形成的一个隧道 所以讲这些地方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是找不到的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是很多Couple 看到这些地方 一定会很想来这里拍照的 你听你的心谣 你听你的传绘 看你的蜜酒 带你穿好漂亮 带你穿好漂亮 买乱你的脂肪 干 然后这么这个 这么文艺气息的地方 这个又花又海的地方 我根本装不到笔子 这个地方我只可以搬文青 千杯咖啡 从属于搬文青 那我跟你们讲 搬文青就是要靠这种东西 是不是很有文青 其实 但是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 我八蛋垫辑他跟你 文青 一如声音咧 一如声音咧 各位朋友 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看到吗 这是什么 菊花 你不要以为我想的是 周杰罗的菊花台 No no 我头脑没有这么干净的 我完完全全就是想到 爆菊花 这么漂亮的菊花 我都可以想到这个是爆菊花 证明我不是文艺路线的 你知道吗 我是跑众口味路线的 阿蒙 蒙 蒙 看到吗 这边很多菊花给你爆 那我们这些呢 平时就在每年的大城市生活 就是那种车水马龙啊 那种人去人海啊 生活节奏是很紧闭的 你知道吗 就是偶尔有时你会来这种花园 这种花 看来这种大智能的东西 那个整个 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好 海上的渡 137 十 美麗的世界真正有 海上的島 舊的住 全身萬苦的這位心